韩国振岛郡体育馆附近的山坡上 一个男人上吊身亡 结束了他52岁的生命 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自杀案 但却引发了全韩国的巨大关注 因为这个人和刚刚发生的一起 轰动全世界的船难有关 这起船难就是著名的 四月号沉船事件 就在这个人自杀的一天前 也就是2014年4月16日 韩国真岛郡附近的蒙古水道 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四月号沉船事件 这次船难最后造成304人遇难 其中绝大多数是谭原高中的师生 自杀的这个男人 就是韩国谭原高中副校长 名叫江明归 其实江副校长 并不是这次沉船事故的主要责任人 据生还者回忆 在四月号沉船时 他曾大喊快出来到这边来 为救学生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由于他低血压突然发作昏倒了 醒过来时 已经被救到了直升飞机上 获救后 他坚持要去找学生们 马上跑到了事故现场 他眼睁睁地看着 这艘大船带着 这艘大船带着250名谭原高中的师生沉入冰冷的大海 第二天 孩子们基本生还无望 江明归副校长在绝望和自责中选择自杀 警方在他的钱包中发现遗书 上面写道 两百多人生死不明 我没有信心一个人活下去 所有责任都在于我 是我筹划了这次休学旅行 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事发海域 让我和那些尸骨无存的学生们在一起 在阴间继续做他们的老师 韩国诗约号沉船事件 是一次匪夷所思的重大海难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从事件发生的角度上来说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海难 要么是遭遇了撞击 要么是遭遇到袭击 比如说泰坦尼克号 是深夜撞上了冰山 太平轮号是撞上了货船 渐员轮号 而世约号沉船 没有遭遇任何撞击或袭击 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竟然莫名其妙地侧翻了 然后再来看救援 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 之所以会造成1514人遇难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孤立无援 距离它最近的圣殿山号货轮 要四个小时才能赶到 但实际上泰坦尼克号 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沉默了 而世约号呢 它是孤立无援吗 我们来看事故现场一些视频资料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世约号非但不是孤立无援 现场救援的力量还非常的多 有木浦海洋警察厅派出的巡逻艇 韩国海军第三舰队派出的一艘导弹艇 在附近执行任务的韩国渔政船 距离世约号最近的都拉王牌号货轮 就停在附近 温逊赶来救援的渔船 多达20余艘 甚至连驻韩美军也派来了直升飞机 而让人惊讶的是 这么多的救援力量 在黄金救援时间的72小时内 竟然没有展开任何有效的救援行动 在172名生还者中 大约超过一半被民间渔船和商船救起 而最该担起救援责任的海警 只救起了50人 其中包括逃跑的 世约号船长李俊熙 世约号就在几百人的眼皮子底下 沉入了大海 最后造成304人遇难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 这里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今年是韩国世约号沉船事件发生十周年 今天我们就从多个视角 重新复盘一下这起匪夷所思的传难 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次惨剧的发生 而这起传难又给韩国乃至世界 怎样的启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始在同学们中蔓延 等了几个小时 时间来到了晚上八点半 此时浓雾渐渐散去 天气慢慢渐好 航管中心也解除了限制 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 奥哈马纳号迟迟没有出航的意思 就在此时 一艘名为试月号的邮轮 突然申请出航 试月号是奥哈马纳号的姐妹船 隶属于同一家公司 结构大小相似 由于装载了大量货物 试月号急于赶往济州岛 于是第一时间申请出航 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旅行 江校长临时改变计划 决定带领师生们乘坐试月号 听到这个好消息后 学生们发出一阵欢呼声 大家纷纷打电话或发短信 把换船的事告诉家长 三百多名学生 推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兴奋地登上了试月号 晚上九点 随着一声汽笛声响起 试月号在一片迷雾中 向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拾去 试月号成为了当晚 唯一从仁川港离港的船只 虽然后来的船难和这次大雾 没有直接关系 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试月号的胆子有多大 试月号驶离港口后 船舱里弥漫着欢乐的气氛 大家举起酒杯 庆祝重新启航 位于第三层的中央大厅里 有两位菲律宾助唱歌手正在演出 在欢乐的乐曲声中 很多同学玩起了下腰过肝的游戏 兴的同学吃着零食聊着天 有的同学是第一次乘坐邮轮 到处拍照打卡 他们玩得开心奇了 晚上十点 同学们被邀请到甲板 欣赏试月号为他们准备的烟花表演 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好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 对很多同学来说 这是他们一生中 看到的最后的绚烂景色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 学生们陆续从睡梦中醒来 有些人前往了第三层中央大厅 享用早餐 而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赖床 船只将在两个小时后抵达济州岛 而灾难就在这时发生了 八点四十八分 船舱内的学生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晃动 船上的监控录像 以及停在船上汽车的行车记录仪 都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在摇晃发生几十秒后 整艘船并没有恢复平稳 而是向左侧倾斜了三十动 在第三层中央大厅吃早餐的学生们 一个接一个倒在地上 许多人受了伤 谭元高中二年级学生崔德夏 他是事故发生后第一个 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的人 他当时正在第四层的走廊处 被突如其来的晃动 甩到了地上 在事故发生的四分钟后 八点五十二分 他用手机拨打了119求救 韩国的119跟咱们国家一样 是救火电话 消防部门除了救火之外 一般也负责一些灾难救援 这通电话连接到全罗南道消防局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通话录音 有电话 doctors 就在崔德下向外界求救的同时 船上的广播响了起来 我们来听一下广播里说了什么 这则广播是由十月号通讯官康海成播发的 听了这则广播后 学生稍微安下心来 在老师的安抚下 大家慌张的情绪渐渐平复 他们起初认为只是小疑问 很快就会好的 于是开始聊天打发时间 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遵照广播的只是原地待命 没有一个人擅自行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画面 是当时学生们用手机拍摄的 可以看出当时学生们情绪还算稳定 这个广播的本意是希望学生们不要慌张 两百多名高中生如果同时跑出去 极容易造成踩踏事故 这次广播是在八十五十二分就开始播放 后来重复了十次以上 但是到了九点三十五分 海水开始淹进船舱时 船员仍然持续这个广播 学生们一直没有等来进一步救援 就是这次广播成了学生们的催命符 让他们错过了最宝贵的逃生时间 事故发生二十五分钟后 九点十三分 四月号的倾斜已经超过了五十度 船舱里的气氛开始越来越诡异 同学们开始不安起来 在老师的协助下 学生们纷纷穿上了救生衣 走廊上几乎无法直立 同学们几乎是坐在墙壁上 许多学生感到越来越害怕 过了一会儿 有同学透过悬窗 看到了一艘红色的游轮 缓慢驶来 这艘船叫杜拉王牌号 是距离四月号最近的一艘船 在接到甄岛航管中心的消息之后 全速赶来救援 同学们看到救援船只来了 纷纷在社交软件上奔走相告 有人甚至喜气而气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听到 疏散了之路 9点36分 情况急转直下 海水灌进船舱 十月号急速倾斜到62度 船舱内部出现了混乱局面 走廊上呼喊声哀嚎声 此起彼伏 此时老师们首先行动起来 教师南允哲 高长熙等人 在海水灌注的课舱里救助学生 在送走最后一个学生的瞬间 强尽水流冲走了两位教师 许多教师因为努力疏散学生而罹难 而此时 要求他们原地待命的广播 依然在持续地播放着 少数不听话的学生决定往外走 反倒因此活了下来 他们努力摸索着 顺着走廊移动 在一名好心乘客的帮助下 他们抓住消防软管 成功逃到了甲板上 最后获救 10点17分 最终的灾难发生了 10月号翻了个 完全轻浮在海面上 转瞬之间 海水淹没了第四层的甲板 船舱的舱门因水压无法打开 学生们已经失去了 最后的逃生机会 在外救援的余政指导员朴生姬 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呼救 是一名穿着救生衣的男学生 冒着危险 朴生姬调转船头 向男生驶去 将他救起 这个被救的男生 是10月号上 最后一名被救起的学生 他叫朴俊赫 朴俊赫后来回忆 整个船变成人间炼狱 当时可以听到各种声音 惨叫声 哭声 一同沉入海底的 一共有278人 其中有250人 是檀元高中的师生 第一个发出求救信号的学生 崔德夏 也不幸于难 其实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学生们都疏散出来 而不是待在船舱 那他们还会不会死呢 答案是当然不会 韩国作为一个三面领海的半岛国家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游泳 在韩国中小学游泳是必修课 所以即便他们真的掉进海里 也不会淹死 更何况 制约号周围已经有海警的快艇 海证的快艇 杜拉王牌号游轮 还有几十艘渔船 掉进海里的人很快会被救起 如果是这样 一个人都不会死 所以现在最匪夷所思的问题在于 为什么没有人疏散学生们出来 时代经典 致敬开创 你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国名酒代表作 卢州老教1952特约播映的档案 接下来我们从救援的角度 再复盘一下事情经过 看看这次匪夷所思的救援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9点18分 距离世约号最近的船只 杜拉王牌号抵达事故现场 由于世约号在随着洋流漂移 周围还有许多货柜漂浮着 为了避免碰撞 杜拉王牌号只能最大限度靠近世约号 船长文一职 命令所有船员准备好救生衣和救生艇 随时准备救人 但奇怪的是 基本没有多少乘客出来 船长文一职向真导航管中心回报 他们没有再疏散乘客 人都不出来 没办法救啊 9点23分 杜拉王牌号又向真导航管中心报告 就在眼前了 如果现在出来的话 马上就能救 文一职对这种状况感到非常惊讶 他事后表示 不管是谁 这种情况都要跳下去 如果乘客们在甲板上穿着救生衣跳到海里 那很多人就会获救 那为什么没有人疏散乘客呢 因为最该担负起这个责任的船长 逃跑了 10点13分 木扑海洋警察厅派来的巡逻艇放下了一个橡皮艇 救下了船上的第一批八名乘客 其中有船长李俊熙 大副将员职 二副 轮机长 再加四名高级船员 也就是说 船上的高层全跑了 没有一个人疏散乘客 船长李俊熙逃跑的时候 狼狈的连裤子都没穿 获救后的李俊熙 并没有留在现场帮助救援 上午11时 李俊熙和其他船员一起踏上了附近的针岛港 并接受了治疗 最熟悉世约号内部情况的人都跑了 给接下来的救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海警在事后的采访中曾这样说 据生还人员后来回忆 当时海警人员只在外面等候 受困乘客 自己游泳出去 都没有乘船尝试救助 生还者说 他们在外面把我们拉到船上 但他们没有进来帮忙 我们都在讨论着他们为什么不进来 另一名学生说 看起来参与救援的都是渔民 而不是海警 那海警为什么没有进行救援呢 在这里我们注意这样一个细节 木浦海洋警察厅派出的 123号巡逻艇上一共有14名海警 但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救援人员 对于海难的救援 他们没有任何经验 当时他们对事故严重性乘客状况和存活几率等重要情况 一概不止 而让学生们原地待命的那则广播 是船长李俊熙命令船员康海城播发的 而李俊熙在逃跑的时候没有带上康海城 不明所以的康海城一直在播发着这则催命广播 导致学生们错过了最后的逃生机会 由于船长跑了 海警不熟悉船舱内部情况 因此他们不敢贸然进入船舱 他们能做的就是稳住现场局面 然后静静等待上级指示 海警甚至还阻挡赶来救援的渔船靠近试约号 那他们的上级在干什么呢 他们的上级都挺忙的 沉船事故发生后 韩国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 90.04分 海洋水产部成立了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90.35分 韩国国防部成立了灾难对策本部 90.40分 海洋水产部又宣布成立中央事故整理本部 实时整 穆浦地方海洋水产厅成立了地方事故整理本部 这个本部那个本部 最后各政府部门的对策本部多达十几个 而这些本部没有一个准确掌握事故现场的准确信息 并且直权重叠无法下达有效指令 而统帅这些部门的时任韩国总理郑红元 在事发之后也没有担负其统一调度和指挥的职责 而是在忙于给时任总统朴槿惠汇报情况 而朴槿惠在干什么呢 上午十点 朴槿惠才接到事故的报告 为什么这么晚呢 因为朴槿惠有个习惯 不管向他报告什么事 不许电话或口头报告 必须使用传真 就这样 传真从各部门传来传去 传到他这儿 已经过了一小时零十二分钟了 朴槿惠在接到报告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安排救援 也没有指定救援负责人 而是无故消失了七个小时 这七个小时他到底去了哪里 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 有人说他去做头发了 也有人说他去打美容针了 一直到下午五点十五分 朴槿惠才再次露面 他抵达首尔安全行政部大楼后 问了一个震惊全国的问题 我听说学生都穿上救生衣了 有那么难找吗 政府部门的全面失职 延误了黄金救援时间 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 十点零六分 转机终于出现了 来自南海渔业管理团的 于政指导员朴生姬 驾驶快艇抵达事故现场 他就是前面提到的 救下最后一名生还学生 朴骏贺的那个人 于政主要职责是打击非法捕捞 本没有救援的职责 但反倒是他发挥了最关键的救援作用 抵达现场的朴生姬惊讶地发现 虽然周围有很多船只 但不知为何都在原地不动 没人参与救援 这时他发现 船围有大批乘客在等待救援 朴生姬马上驾驶快艇 靠近了事业号 他冒着生命危险 登上甲板与同时一起 成功救下了28人 朴生姬的201号渔政船亮着警灯 附近等候的20多艘渔船看见 以为是政府派遣的救援船 开始行动了 他们这才纷纷靠近 4月号展开救援 这些民间渔船在第一时间 对救援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他们在15至20分钟内 救起了120人 而海警在抵达现场的 40至50分钟内 只救起50人 其中包括逃跑的船长 当天事业号上 共救下172人 其中23名船员 75名高中生 3名教职员 71名普通民众 这其中还有两名中国游客 第二天一早 谭元高中的家长们纷纷赶来 被当地政府统一 安排在了真岛体育馆 他们听信了媒体发布的假新闻 以为自己的孩子已经获救了 到了这里才发现 很多孩子生死未卜 家长们愤怒了 咒骂声哀嚎声 此起彼伏 还有一些家长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而晕倒 家长们不想坐以待毕 他们成群结队 来到真岛港 想看看救援的进展 期待奇迹的发生 有空间的村子 我们的游特地 在干嘛 事发第二天 也就是4月17日凌晨 时任韩国国务总理郑洪源 到真岛郡体育馆 慰问学生家长 但是他并未与学生家长们 直接对话 而是召集记者应付家长 然后试图离开现场 结果被奋募的家长们包围 眼看总理阵部住场了 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 只能亲自出马 他来到真岛体育馆 慰问学生家长 这一次家长们冷静了很多 2014年11月11日 搜寻工作在持续了209天后 宣告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0多名学生的生命进行了一场活人献祭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荒唐 但是在韩国却十分有时长 献祭说在网上流传着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市月号的老板 青海镇海运公司董事长于炳燕 这个人是邪教救援派的领袖 而另一种说法是时任总统朴景慧的闺蜜崔顺石 崔顺石的父亲是邪教永世教的领袖 当然 所谓献祭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那市月号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策翻呢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十年前 从船员的角度第三次复盘这件事情 看看那个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4年4月16日早晨 当时在市月号驾驶室里驾驶的是一位女驾驶员 三副朴寒杰是年25岁 与她搭档的是舵手赵准基 十年55岁 8点20分 船只驶入了蒙古水道 朴寒杰命令赵准基将转向系统 从自动驾驶改为手动驾驶 8点48分 朴寒杰命令赵准基 将航向从135度改为140度 此时她感觉到船身 正在失去平衡 她又下令将船舵打到左弦 在发出命令后 她立即听到赵准基惊慌喊着 舵轮动不了了 然后船开始失控 一分钟后 市月号突然在一秒钟内 从15度角猛烈倾斜至45度角 整个船只翻倒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事件发生时 船长李俊熙还在睡大觉 他被突如其来的侧翻惊醒 随后连裤子都没穿 就跑到了驾驶室 他命令轮机长朴姬号 关闭引擎 并且试图用释放左侧压舱水的方式 让船只回正 但并没有什么用 在引擎关闭的情况下 几乎侧翻的船体无法调整方向 市月号以1.7节的速度随着海流移动 在海上画出一个倒置丝带状的飘移路线 情况越来越紧急 8点55分 市月号大幅将远值 向冀州航管中心发出求救信号 比学生崔德夏晚了三分钟 从9点07分到9点38分 市月号与真岛航管中心 进行了31分钟的对话 根据韩国海事安全法庭公布的 市月号事故特别调查报告书记载 他们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 9点10分 真岛航管中心询问 乘客怎么样 但是市月号都没回答 9点12分 真岛航管中心再度询问 乘客是否登上救生阀或救生艇 江远值回复 这组船太多人了 所以不可能 然而事实上 市月号配置了44艘小型救生艇 以及4套海上撤离系统 这两项大规模疏散设备 可供2100人逃生 9点23分 真岛航管中心要求通知乘客 穿上救生衣 江远值答复说 穿上广播设备出现故障 所以不可能 真岛航管中心又说 即使您不能广播 也请派人通知乘客 穿救生衣或厚衣服 江远值压根没有派人通知 学生穿救生衣 后来学生们穿上的救生衣 都是老师要求穿上的 9点25分 真岛航管中心要求船长李俊熙 马上做出判断 现在是不是能够马上组织撤离 但是李俊熙答非所问 说 船现在很邪 连走动都很困难 并反复的询问外部的救援情况 9点30分 船长李俊熙命令船员撤离该船 但并没有通知船员康海城 他还在反复播报的那则催命广播 请大家原地待命不要移动 并强调 特别是潭员高中的学生 9点38分 施月号和航管中心之间的 所有通讯结束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 船长李俊熙和大副江远池 只关心自己的安危 完全没有把乘客放在心上 10点13分 船长李俊熙和其他7名高级船员 第一批被救走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事情回顾到这里 可能就真相大白了 是三副朴寒杰 太年轻没有经验 操作失误导致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韩国海事安全法庭的 10月号事故特别调查报告书 证实 朴寒杰虽然年轻 但他在另一艘船上 有多次通过蒙古水道的经验 蒙古水道 水文状况十分复杂 经常有强劲的水下暗流 朴寒杰之所以要把船只 从自动驾驶转到手动驾驶 是要用船只的左右摆动 来对抗暗流 因此他的操作 从技术层面上讲 是没有错误的 并且即便他真的有操作失误 10月号要么触礁 要么搁浅 也不会侧翻 这么大一艘游轮要侧翻 除非有极大的卖力推动 一般只有海啸有这么大的推动 那一天风平浪静 10月号为什么会突然侧翻呢 真实的情况是 10月号上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这个秘密朴寒杰并不知道 全船也只有船长和大副两个人知道 也就是因为知道这个大秘密 船长李俊熙才会第一时间逃跑 因为他知道 10月号就不回来了 这个大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从10月号的前世今生开始说起 10月号其实是一艘改装船 它的前身是日本大岛运输诸事会社的波之上号 该船在日本负责执行从陆尔岛到冲绳县的航线 航行18年从未出现问题 2012年10月8日韩国青海镇海云公司 以8亿日元买下这艘接近报废的船 并进行了改造 这个改造 是在公司老板余秉燕的亲自监督下进行的 他还给这艘船起了个新名字 4月号去超越陈氏之一 这个名字带有明显的宗教所在 我们来看看这艘船改造前后的对比图 可以看出 改造的船底后部比原先高了很多 这是因为余秉燕为了多装货物 将原本底部的客舱改造为货舱 然后在货舱的上部加装了4层客舱 而改造的货舱按规定是要做舱壁加强的 然而为了省钱余秉燕省去了这一步 余秉燕本人爱好摄影 但无奈水平一般 他干脆就在4月号的船尾给自己建造了一个画廊 专门展示自己的摄影作品 这个画廊装修十分奢华 使用了37吨大理石 给船尾增加了巨大的负重 加剧了船只的不稳定 改造后的4月号全长146.61米 宽22.2米 高14米 排水量6825吨 满载人数为960人 同时可运输180辆汽车 火箱等数量的货柜 是当时韩国同类轮船中最大的 10月号改造后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但是2014年2月19日 10月号顺利通过了海洋警察厅的一等零检 像这样的大型船舶 若要进行完整的安全检查需要15天 但是10月号只用两天便通过了 不得不佩服老板余秉燕 首演通天的超能力 违规改造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 最要命的是这艘微船还超载 据调查 10月号在事故发生前 总计往返仁川港和冀州岛241次 其中有139次是超载出航 平均每10次就有6次违规超载 而出事的这一次超载达到了顶峰 事发当天 10月号运载了2142.7吨货物 而它的实际运载量是987吨 疯狂超载了1155.7吨 这还不算 别忘了 它还在仁川港临时搭载了325名 檀元高中的师生 严重的超载导致船只下沉 为此船长李军熙下令排掉了 1000多吨的压舱水 压舱水的作用是维持船只的平衡 而压舱水的释放导致 市月号的重心向上移动51厘米 严重破坏了左右平衡 此时的市月号相当于 超着2000多吨的扁担在海里走钢丝 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然而这一切三副嫖寒劫并不知道 事发当天早上 它驾驶市月号 为了对抗蒙古水道的海底暗流 它把船只从自动驾驶 调成手动驾驶 并不断调整船只方向 对抗暗流 殊不知 此时正在走钢丝的市月号 最忌讳的就是左右摆动 结果在一次较大的转弯后 市月号终于从钢丝上掉下来 瞬间测翻 这才是市月号测翻的真正原因 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难道就没有人举报吗 其实有 据韩国国民日报报道 市月号的原船长申尚邱 曾经多次向公司反映 市月号的安全问题 但都遭到了公司的训斥 于是他在2014年4月9日 向仁川港湾公社举报了这件事 青海镇海运公司一怒之下 将他开除了 后来李俊熙临时走马上任 当上了市月号船长 他与青海镇海运公司签订了 一年期的聘用合同 说难听点 李俊熙只是个临时工 他对市月号没有任何责任心 事件回顾完了 我们来说说市月号沉船事件的后续 2015年11月 市月号事故发生一年半后 此案在韩国大法院终审 裁定市月号船长李俊熙 故意杀人罪等罪名成立 判处无期徒刑 其他14名船员判处一年半 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经过终审 共有53人罪名成立 除船员外 还包括海洋警察厅 青海镇海运公司等部门的相关人员 10月号沉船事件发生后 老板余秉燕潜逃不知去向 他因涉嫌挪用公款 转移资产及刑贿等罪名被通缉 两个月后 也就是2014年6月 韩国警方在全罗南道顺天市的一个梅子园里 发现了余秉燕的尸体 其尸体高度腐烂 基本只剩下骨头 无法判定死因 但通过与他的兄长的DNA比对 确认死者就是余秉燕 10月号沉船事件 也正式敲响了 朴槿惠政权的丧中 他的民意支持率 从海难发生前的71% 低到40% 2016年10月 又爆出朴槿惠的密友崔顺石的干政丑闻 2017年3月10日 朴槿惠因闺蜜们事件被弹劾下台 他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因弹劾而下台的总统 2017年4月11日 沉默后的10月号被打捞上来 随后被移动至木铺新港 至今一直还停靠在那里 负责打捞的是中国运输部下辖的上海打捞局 在船上又寻获了四名失踪者遗体 最终还是有五人下落不明 世约号的悲剧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 它背后所反映出的救援机制不完善问题 政府腐败问题 监管不利问题 安全教育不足等问题 值得全世界反思 除了韩国之外 很多国家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完善 或开始建立本国的应急管理机制 隔离水 每个人都会相当下的 脑肉 家坡 而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织编制国家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 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工作 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 进一步夯实了我国的应急管理能力 2014年4月27日 也就是4月号沉船事件发生11天后 时任韩国总理郑宏元宣布辞职 已向国民谢罪 他说通过此次事件 深刻感受到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 各种不正之风和陈规陋习 经过这次沉船事故 韩国政府痛定思痛 总结教训 2014年11月7日 韩国国会制定并投票通过了 三项围绕试月号传难的法案 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分别是试月号特别法案 政府组织法和犯罪收益隐匿防止法 通过这些法案 韩国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灾难救援机制 和监管机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